需要人家照料的时候 年轻一辈的却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去报答他 这真的是想起也会觉得非常的可悲 那敦成纯良孝庭讯 叫妻子同孝益真 我们在孝顺的当下呢 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去孝顺 因为将来呢 大部分的人他是会成家立业的 我们应该让我们自己的妻子 甚至我们的先生呢 包括我们自己的小孩子 都知道要懂得要去孝顺 或者是说要懂得要去孝顺阿公阿嬷 这个都必须要从小的教育里面要去做起 撰写孝文孝歌颂 孝念可登五福门 你看我们只要孝顺 就可以荣登五福门 什么是五福门呢 所谓的五福就是长寿 孝顺就可以长寿 而且可以富贵 这个在百孝经里面有讲一句话说 福禄皆由孝自得 孝子谢世即为先 而且孝顺呢 还可以怎么样 还可以康宁 会安康 而且会心里会很安宁 他也是一个行德性的一个功夫 而且呢 孝顺的人呢 一般呢 他从小到大 他都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 整个的人生的路途 那这边呢 我们可以去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 王凤颖言行录 他里面所记载的 王凤颖呢 他本身是一个清末的 清末名出的人 那他从 他其实他从小没有念过什么书 但是呢 他为什么后来呢 他的一个整个言行录 会让后人呢 一直在推行 然后再遵循他整个的一个一生的行道过程 因为王凤颖呢 他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 但是呢 他把这个整个 整个待人处事 然后应该要孝顺等等的这一些基本的人道 他做得非常的透彻透底 有一次呢 因为他小的时候家里很贫穷 然后他就必须要到外地去 去就是帮人家放牛 然后赚取这些工钱 然后来就是供养他的父母亲 那有在那个 他们就必须要到外地去 去就是去打工这样子 那在打工的当下呢 因为当时呢 也有些小孩子是要离家背景 到离家里比较远的地方去打工 所以都会住在 住在那个老板的家里面 那其中有一个小孩子比他大呢 都常常欺负他 常常欺负他呢 另外一个小孩子就看不下去了 他就跟王凤鱼讲说 他都这样子欺负你 然后你都不还手 你是不是怕他 明天如果他再这样对你的话 你不用怕 我一定帮你出气 这时候王凤鱼他讲了一句话说 我不是怕他 你想想看 我离家 离开家里这么远的地方 来这边打工 我的妈妈已经很不放心了 如果说让他听到说 我在外面再跟人家打架 那我妈妈不就更不放心了吗 所以这个让另外一个 本来都一直欺负他 那个小孩子听到以后 从此以后呢 他都不敢再欺负他 因为呢 他知道王凤鱼不是怕他 而是因为怕父母亲担心 这就是一个笑 由自身很流露出了很自然的一个表现 那王凤鱼呢 慢慢长大呢 有一次呢 他就到他的姑父家 去打工 也是就是去工作就对了 他就想说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想要去了解说 为什么他的姑父呢 家境会这么的好这样子 为什么会这么的有钱 在做什么事业都这么的顺畅 他想要去悟这一个道 为什么他的姑父会过得这么好 赚这么多钱 他到他的姑父家以后呢 开始工作以后呢 他就发现到说 奇怪了 他的姑父对人很刻薄耶 而且呢 你看他 他去开始跟他讲说 他要到他那边工作的 第二天开始呢 他就已经变成了 就是因为是工人嘛 所以就跟他讲说 打活的 干活的 然后他的 包括姑父的小孩 也跟他讲干活的 都已经忘记了 他是长辈了耶 他就想说 怎么会这样呢 那为什么他还会这么的有钱呢 他在继续的 继续的观察 姑父的一眼一眼 一举一动 他发现到了 有一点 原来呢 他的姑父有一项 做得真的是很棒 就是他的姑父呢 非常的孝顺 他的父母亲 就是因为他的孝顺 导致了呢 他整个人生的一生呢 在做什么事方面 都非常的顺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 福祿皆由孝自得 所以呢 你如果想要说 让你现在的生活呢 过得更好的话呢 其实很简单 大家只要去孝顺 我们的父母亲 你的生活就会过得越来越好 为什么 因为上天呢 非常的重视说 我们要这一颗孝顺的心 万善守孝顺为本 我们看一下这个孝字 从这个孝字本身来看 他的上半字呢 上半 孝的上半是不是一个老 一个老字 然后下半呢 从子 就是老取上 取上面 然后呢 下面呢 是子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其实中国人 造字还真的是 蛮有他的一个学问的 代表每一个人呢 上有上 他的上面呢 还有他的上面 也就是说 祖先呢 还有祖先这样子 那可以追溯到 最原本的一个根本 而下头字呢 是一个子 代表了什么意思 表示你的子孙呢 下面呢 还会有子孙 一代传一代 所以孝字里面呢 它所代表就是 人呢 它是穷就到无远佛界的 你可以一直上推到 我们很远古的一个祖先 也可以一直往下呢 到我们将来呢 恩怜后的一个子孙 所以我们在整个 静人道的当下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 好好的去把这个孝字 好好的做的 做到淋漓尽致 那其实这个孝看起来呢 它是很平凡的 最平凡的事物呢 它却是最伟大的 孝道呢 它成了所有德性的源头 所以呢 常常听到的一句话 百善孝为先 好孝顺这么重要呢 门心问孝道否尽 往日重复已成空 门心我们自问自己 问自己说 我们孝顺这么的重要 可是我们是不是真的 有去尽到孝道了 时间是不等人的 父母亲的年龄 思维越来越大的 往日互重已成空 等到哪一天 父母亲不在这个人世间的时候呢 你那个时候要再去孝顺 都已经来不及了 这边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小女生 她是哑巴的 一出生就是哑巴 然后她的爸爸很早就过世了 她跟她的妈妈呢 相依为命 那她的妈妈呢 每天呢 一大早呢 就要出门去工作 赚取生活费 来养活她们母女娘 养活她们自己两个 她的妈妈呢 这个哑巴的哑巴女儿呢 她妈妈一大早就出去 然后她到晚上傍晚的时候呢 她都会到门口那里 去等她的妈妈回来 那她的妈妈呢 虽然说工作很辛苦 但是她知道她的女儿呢 很喜欢吃甜膏 所以她每天回来的时候 不管呢 多晚她都手上都会拿 一块甜膏 要回来给她的女儿吃 那有一会呢 一样每天都是这样子 有一会呢 这个小女儿呢 就在门口一直等 等了好久好久 奇怪了 为什么都等不到妈妈呢 那个时候外面也在下雨 她就沿着妈妈每天 去上班的路呢 就去找她的妈妈 后来发现到说 她的妈妈呢 竟然躺在这个地上 然后一直下雨 她就一直摇她的妈妈 结果呢 都叫不醒她的妈妈 她想说 妈妈怎么都不会动了 这样子 她就想说 妈妈是不是过世了 这样她才想到说 妈妈是不是已经过世了 那这时候她就 因为她是哑巴 所以她就一直比 一直比说妈妈妈妈妈 这个动 他们也看不ası 优优独自这本数字